再来关心台南白河的瓮仔机店 日前被爆出新北旅游团用餐之后 25人上吐下泄 而经过调查结果出炉了 有4名病患有诺罗病毒 跟食品并无明确直接的因果关系 而另外在高雄的汉莱 海港自助餐厅巨蛋店 则是传出有36人用餐之后 狂拉肚子的情况 卫生局现场警察发现 疑似有生熟食混用污染之鱼 要求业者要暂停营业两天 3600人被迫取烧用餐 损失300多万 对平全有一名网友 23号在超商买了两盒的 微波鲜石水饺 没想到打开一看 这个水饺是布满黑点 他还以为是出了新口味 黑松露 吃了两颗之后 当天下午就出现恶心腹痛等状况 赶紧就挂急诊了 而贴文曝光之后 不少网友是吓了一跳 认为水饺上面的黑点 其实就上发霉 而对此超商回应说 初步判断是因为这个产品的含水量比较高 后续还会持续的调查真正原因 饮食要留意安全 也得注意健康 准总统赖清德出席健康论台 宣布以后不喝全糖真奶了 要改喝低糖的 却引来总统蔡英文留言说 喝奶茶是不能加糖的 正副元首间的饮食习惯意外点燃战火了 赖准总统看准呢 小英总统爱吃淀粉就调侃留言说 蔡总统那淀粉的部分呢 一来一往就笑翻网友 纷纷留言说来互相伤害啊 总统籍的辩论美食篇开打 而总统赖清德也宣布 未来将会由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首 接下国防部长一职 随着国防部即将改朝换代 发言人孙立方少将也传出 因为健康的考量提前来申请退伍了 不过退伍的时机却在520交接前夕 时机有点敏感 对此孙立方表示 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个人的生涯不适要讨论 立法院蓝白法案 交付委员会审查超过一个月了 还是没共识 而近期欧洲在台商务协会 也对审查的进度是高度关注 尤其呢 蓝营提案在刑法增设 藐视国会罪 涵盖的对象涉及公司部门 外商协会不但引述台湾媒体 对此形容荒谬 更是仅呢 跨国企业恐触怒立委 一篇外商的评论是在引爆蓝绿战火 再来关心歌手田富珍 原定5月初呢受邀到了中国天津 参加音乐节演出 但是遭到中国网友抵制 因此27号主办方就宣布 他不参加了 田富珍随后就发文表达遗憾 另外呢 卢广仲在北京音乐节的活动 也被取消 有网友表示很可惜 但是也有小粉红留言说 要他们做出政治表态才能来表演 镜头转到国外 禁风伴随盛音现象 从3月开始为肯亚带来了极端的降雨 洪水泛滥成灾导致76人身亡 19人下落不明 至少有13万人是流离失所 而首都奈洛比的灾情还特别的惨重 肯亚政府也示警了塔纳河沿岸的五座水坝 已经达到满水位 恐怕会在一天之内出现大规模泛滥 极端天后在全球肆虐 中国华南的暴雨持续 各地传出了不少灾情 而美国中西部则有多个暴风雨带 夹带了大量的龙卷风 让所到之处满目闯遗 伤病不断的西班牙红土之王纳达尔 在马德里红土大师赛 打出气势惊人的两连上 以7比6以及6比3直落二 击败了澳洲第十种子德米纳尔 不但报了十天前的书球 一箭之仇还挺进南单30强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今年初宣布离癌之后 接受治疗并且休养 将在最近是正式复出 白金汉公透过声明表示 查尔斯很快就会恢复 执行公众活动的任务 预计月底30号造访 癌症治疗中心就会是第一场活动 英国民众是乐见国王恢复良好 外界也赞扬查尔斯树立了抗癌典范 而同时间英国王室也宣布 在6月下旬日皇德仁夫妇 将会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而美国国土安全部 26号宣布成立AI顾问委员会 针对AI的安全跟保障讨论 广要了业界人士加入 目前22位成员 包含多位科技业的龙头执行长 像是OpenAI执行长阿特曼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跟超维执行长苏兹峰 也都在名单内 0403地震过后不到一个月 陆续出现了规模6以上的余震 台大地质姓名誉教授陈文山 就分析说 如果0403地震 如同73年前1951年的花莲地震一样 让纵谷断层系统硬力调整 就要特别注意了 尤其是0403地震断层带南边的 奇美断层 池上断层的北断 以及吉利路野断层 这三个断层 已经近百年 没发生过大规模的地震变动 或是规模7.0以上的地震了 可能未来会释出大规模的能量释放 韩团XO成员 灿烈时隔五个月再度来台 昨天晚上登上了林口体育馆开场 为这次见面会现场还设置了多个互动环节 新闻最后带你一块来欣赏 也请你支持昨天台式新闻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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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